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镜新闻台的明镜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则引发广泛关注的消息 中国南篮传奇球星易建联竟然被爆出嫖妻的丑闻 不仅附上了裸罩和身份证 还涉及一名疑似变性人的对象 这一消息在两岸篮球论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球迷们的反应更是五花八门 有人惊讶 有人失望 甚至有球迷在网上崩溃大喊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易建联 目前易建联的团队尚未对此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真相依然难以辩明 这件事情到底会有怎样的后续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篮篮传奇球星易建联使其日程为热议焦点 原因是网络上流传出他嫖妓的消息 并附有疑似他的裸照和身份证 引发两岸篮球论坛的高度关注 这一事件无疑为许多球迷投下震撼弹 目前易建联的团队尚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事情的真相仍然呆解 顶据网民的爆料 易建联涉及嫖妻的对象似乎是一名跨性别者 这名爆料者还分享了一张据说是易建联的背影抹照 以及一张显示其身份的文件 并附上了一个转账1500美元的截图 虽然这些细节看来颇为真实 但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次恶意的造谣 都证明身底线尚未经过权威机构的核实 真假难辨 不少网民开始质疑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身份证上的年份被指出是披图 裸照的主人是否真的是易建联也让人怀疑 暴重民生底消息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特别是在中国及台湾的篮球论坛中成为热门话题 作为中国男男的精神领袖 易建联的形象一直以来是清新健康 这样的负面传闻无疑让不少球迷感到失望 网络上不同的声音此起彼落 有人表示理解 认为男人骂难免会有这种事情 但也有球迷难掩失望 激动地留言道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易建联 希望消息不是真的 求辟谣 看来球迷们对这位蓝坛巨星的期望 不仅仅停留在球场上 更在与他作为公众人物的整体形象 在事件爆出后不久 易建联疑似PC被扑等关键字 迅速登上微博的热搜报 话题热度持续升温 甚至成为Google News &平台的热门话题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导和跟进 但目前为止 无论是易建联本人还是其所属的团队 只会发布任何官方声谜 这种沉默让麦界对事件真相的好奇心愈发强烈 也给了谣言进一步发酵的空间 在中国易建联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 更是以戴篮球迷心中的英雄和棒样 自从他接过姚明的接力棒后 一直以稳定的表现和良好的道德风范 赢得了广泛的增进 然而这一次的丑闻无疑是一击重击 对他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形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一位球迷在网上所言 无论事情真相如何 这件事都会在易建联的履历上投下阴影 随着事件的发酵 外界对易建联及其团队的回应充满期待 虽然目前没有具体证据能够证实或否定据爆料 但在社交媒体时代 这样的事件发生后往往需要当事人迅速澄清 以免谣言四起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 这起事件不仅考验住易建联的公关能力 也让公众对运动员私生活的关注 再度升温 总的来说 这场风步的持续发展将如何影响易建联的未来 乃至中国篮球界的整体形象 人需要拭目以待 这起事件不仅涉及个人名誉 更牵扯到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道德标准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易建联将如何面对娱乐的压力 并重建自己的形象 成为所有关心中国篮球的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话说那天微博热搜突然被一个奇特的话题占据了首位 话题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的中国篮球传奇易建联 这位曾经在NBA持社GBA统治的巨星 竟然疑似卷入了一桩跨性别者的性交易丑闻 这消息来的就像市场篮球比赛中的惊天力转 让所有人凑手不及 正当外界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时 内地翻出了易建联的好友朱芳宇过往的谈话 他曾经在访谈中夸赞易建联的自律 说他是个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妞的好孩子 这次丑闻和他的形象可谓天差地别 而且朱芳宇还强调 易建联每年夏天都会自费去美国进行特训 完全就是个篮球疯子 为了篮球他自律了21年 又有谁能向他做到这些呢 此外易建联的家庭生活一直被认为是幸福美满 他与妻子金灵有著一段跨越时光的爱情故事 二人从大学时期相识并相恋多年 婚后育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金灵不仅是位模特 还被赞美为拥有天使般的面容 也因此易建联此次传出丑闻让外界大为震惊 易建联的篮球生涯可以说是中国篮台的一段传奇 他从15岁开始就进入了广东门篮 于2007年登陆 NBA成为中国第四位成功进军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球员 在NBA效力期间他辗转于多支球队 但最终选择返回CBA用他的实力再次证明了自己的统治力 从NBA回到CBA易建联并没有就此成绩 他凭借助出色的表现 多次带领球队夺取总冠军成为中国男男的招牌人物之一 而且易建联的个人成绩同样辉煌 他在CBA场军得分和篮板数据 始终稳居高位多次入选全明星赛 并斩获多美赛是MVP这样一位在球场上无可匹敌的巨星 却在退役后卷入这样的绯闻 让不少铁杆球迷感到无比失落 中国14号凌晨宣布对台实施联合力舰2024B演习 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循 要港要预封控 对海对陆打击 夺取综合治权等科目 但是台湾国安官员指出 在这一次围台军演当中 中国在境内秘密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综合彭博社跟法新社的报道 这一名要求不具名的官员透露 解放军向境内的目标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中国军方2022年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展开了围台军演 所发射的东风导弹曾经飞越台湾本岛 上述台湾国安官员说 中国军方通过每次演习来完善战略 并表示解放军越来越精准 并且模拟了真实的战略情况 这位官员表示 跟中国爆发战争并非即将来临 但是也并非不可避免 中重林身体向中国经济发展制缓 但北京当局迟迟未能如外界所建议的实施刺激消费措施 来振兴经济 让市场大失所望 专家便分析 很不幸的 中国选择的经贸政策似乎已注定会加剧国内贫富悬殊 并加深与邻国贸易伙伴国的紧张关系 华尔街日报近日刊登专栏作家米德的社论 以中国陷入自己的陷阱为标题 直指中国一连圈的措施让自己掉入深渊 但是改革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风险太大 文章内容写到 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注意力 但世界政治的支点无疑仍然是印太的区域 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自邓小平改革以来最大的挑战 西方媒体如华尔街日报不断报道中国的经济困境 包括多达9000万套住房控制 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 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依赖向开发商出售土地筹措资金 但如今却负债累累 这一切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忧虑 根据报道 由于政府鼓励华人家庭将其总储蓄的近80%投入房地产 但自2021年以来 一些市场房价以下跌约30% 这对消费者支出和工业利润造成沉重打击 面对经济困境 中国政府选择回避结构性改革 反而加强住房需求 向银行提供补贴 向陷入困激的工厂和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贷款 这些政策旨在刺激经济 但长期来看 可能会加剧经济不平衡和社会压力 地方政府控制就业基础设施支出的努力 可能导致重新强调创造就业机会 尽管补贴鼓励失业年轻人获取更多学位 以获得不存在的工作资格 这一系列的政策反映显示了 中国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复杂性与困难 中国正陷入自建的困境中 独生死女政策的成功导致人口危机 而对住房的过度关注又引发了房地产泡沫 将地方政府和数亿普通中国人 推向不可持续的财务压力 市场改革的成功造就了富有的企业家 而受过教育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 这些人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挑战 必须受到镇压和控制 出口导向制造业策略 及其所需基础设施的坚持 让中国走上国内收益递减 国外敌意家去的不归路 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的过度依赖 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的生产 让中国共产党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一模式依赖于国外的原材料和能源 以及进入全球市场的便利 但中国的崛起伴随着地缘政治野心 已经疏远了许多外国合作伙伴 从长远看 这破坏了让中国长期繁荣的自由贸易共识 习近平和他的高层顾问们并不笨 他们清楚这些困难 他们明白过度依赖住房出口和大型基础设施 是一条经济死胡同 刀众民生底线 他们知道世界市场不可能无限吸收中国出口的增长 他们也清楚对台湾和菲律宾问题上的武力威胁 会让林国感到不安 并引起美国的警惕 然而对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 维护共产党的控制是治国的最高目标 这部分来自于一种捍卫红色贵族特权的举行 同时也反映了一种信念 像中国这样浮跃辽阔和复杂的国家 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才能生存 由于无法有效地解决结构性经济问题 共产党正在依赖其舒适区镇压与民族主义的提升 他们无法改革中国的经济 但可以迫使教会用习近平的肖像取代耶稣的肖像 他们无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 但可以加速高科技极权主义的实施 几乎在公民生活的每一刻进行监控 他们无法回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时代 但可以透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凝聚舆论 在这种背景下 北京正致力于在绿色科技和信息技术领域 寻找新的出口驱动经济发展动力 他们已经在全球太阳能电池版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在电动车领域取得显著进展 黑照明山底线 北京希望能够取代台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生产国 进一步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 然而 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雄心壮志充满戒备 并且必然会出现抵制 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 促使北京在周边地区采取更自信和激进的政策 这也加剧了贸易摩擦 未来几年中国如何在全球竞争中找到平衡 将是对其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在中国资产市场的崩塌中 习近平的权力危机可谓是全场的戏剧性大高潮 下一场误入恐怖片的资本市场 股票在喧嚣中直线下跌 而习近平在这部剧中 儼然成了那个不小心按下自爆按钮的主角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这次救市行动无疑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灾难 有人怀疑 这次救市失败是因为内部有人故意放水 像是把老鼠放进米缸里 然后不小心把米缸掀翻了 而另一种可能更具戏剧性 习近平可能在一场阴谋中成了傀儡 幕后黑手们忙着为自己的财富出逃铺路 让人不禁想起那些画出商业阴谋论的好莱坞电影 这场闹剧让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微如雷软 甚至让股民们愤怒地在美国使馆的微博上发泄不满 这大概是当代中国梦破碎的具象化表现之一 三立新闻则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 指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消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正在同时失速 就像在一场赛车比赛中比赛中 三辆车同时爆胎 观众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想知道下鸟会发生什么 经济数据如同跌跌撞撞的赛车 每一个百分比的向华都让人心心胆战 面对这样的经济窘迹 习近平的解决方案似乎是选择相信 像是那种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习近平选择性地忽视了这些经济警告 结果只能是越走越深的泥浪 官员们也对此感到沮丧 因为即使有话要说 也只能默默无声地躺平 而在自由时报的报道中 学者们则从更深层次分析了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习近平在第一个十年里 通过反腐、军改等措施迅速集权 但第二个十年 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些政策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几乎停滞 并导致社会普遍不满 政府官员开始出现逃平现象 这让人想起那些在办公室里 看住时钟一心只想下班的上班族 学者们还指出 中国共同富裕的政策 只是一个华丽的口号 实际上却加剧了贫富悬殊 让整个国家陷入普遍贫穷的困境 自由时报还提到了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 这个被称为新长城的制度 阻止了社会流动 让整个社会陷入了不稳定的困境 就像一场紧急疏散演习中 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了 最后所有人只能在一个小房间里 挤成一团 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 习近平似乎成了那个在船上四处打补丁 却不知道船底已经漏水的人 由郑明胜必谢英国牛津大学的汪浩 则指出 习近平后来的刺激股市政策 更是让人摸不住头脑 在疫情以后 经中国股市雄时间维持雄势和经济房地产衰退之际 今年7月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公报 习近平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以中一理论 强调要慢慢调整经济 而非用半观的方法 强力刺激经济 习的这方话讲不到二个月 却在9月做了重大经济调整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 习近平可能看到了外界没有看到的经济数据 中国经济实际上比大家了解的差很多 目前中国用中央银行的贷款 鼓励金融机构借钱买股票 再用金融机构的股票做抵押 去中央银行借更多的钱买股票 同时鼓励散户向金融机构借钱去买股票 汪浩分析 本质上就是提高资本市场流动性 增加杠杆 让大家把股市炒起来 但此政策2015年就曾做过一次 当初也是全国散户疯狂买股票 后来却发了股灾 至于为何中国散户在2015年吃过亏 还要去备割韭菜 最大问题还是讯息被中共垄断 像是那个在赌场里疯狂下注的人却不知道 自己其实已经破产 习近平的政策最终可能再次引发股灾 也有分析认为 中国正陷入政经危机 当局束手无策 9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经济会议 习近平含有承认 中国经济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 在今年中共建政75周年十一招待会上 李瑞环、温家宝等中共退休元老高调露面 引发各界解读 有分析认为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形势所迫下 向党内元老和经济危机打票 必须注意到的是 习近平向来很忌讳 对中共元老们对其指手画脚 此次情况透露了习政策软化丹尼 习近平如今起转向 就是投资欧比温家宝的计划更大 大力推动基层消费 均反映习承受党内外的批评压力相当大 情况与二年底受白纸运动 各地汹涌群众的重压下 突取消清零政策相似 定论认为 这也印证最近北戴河会议时 传出一大批老人家集体派代表向其施压 现在找他们出来 是为营造和谐气氛 可见习近平昔日如日中天的权势 受到相当大的凑败 亦可见国内经济非常糟糕 使他被迫启动当年温家宝市的救市政策 总之 随着中国资产市场的崩塌 习近平的权力危机正巧然逼近 这场金融与政治的双重风暴 能否让习近平找到一个出口 还是会让他在这场风暴中迷失方向 这场大戏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继续 1 2 7 7 1 谢谢大家